我们讲到言启篇的第二个重点 业果相续 前面一刻我们讲到业果的行程 业力是第六意识照做的 我报是第八十释放的 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把业力跟果报把它串起来 而构成轮回的力量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知道 因为今生的痛苦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因为我们对望的未来 我们有无量的生死 而每一次的生死 你每一次的瘦身都夹带了老病死的痛苦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颅回的可怕 不是他今生给你多大的痛苦 而是他没有一个 他斩斩相续无有了事 所以这种痛苦他没有止尽 他不知道哪一天是个头 就是生死大海啊 一望无碍 你到了大海的中央啊 你看你的过去啊 是无边的痛苦 那过去就过去了 关键是你看你的未来又是无边的大海 这个是最可怕的 就是说颅回给我们最大的压力是 他不会自己结束 这最麻烦的 他这种相续的力量是最可怕的 那么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相续断掉 这个断相续心啊 你一定要知道他问题出到哪里 什么力量让他相续的 做法应延伸吧 一定有一个一定有环节出差错了吧 好 我们来看看 闻世三十寿 他对颅回的相续 天津菩萨是怎么说的 我们把这个记录念一遍 那么颅回为什么会相续呢 因为当我们的第八世 累积很多的业力 当然这个业力是有肉的 以自我意识 你在造业的时候呢 你心中是有所求有所得的 你希望按照这个业去得可到 你不失 你希望如果不失 男生由我去受用这个快乐 或者实践 你有一种自我概念 来推动所有的善业 这种都是有肉业 由第八世的有肉的善热业 再加上第七意识的直取 二取 就包括人取的我 跟所取的我所 那么当这个第八世的业力 跟第七意识的执着爱曲结合的时候 糟糕 我们的生命本来是一个点状的生命 就形成一个无量无边的横转如暴流的水流 这种相续的一条直线的生命 叫实力 前一手记记 父神里一手 就是你今生结束以后 你来生会马上得果报 你一定要得果报 因为你两个因缘都记住 第一个 你的业力还没消 第二个 你的执着还在 所以这两个是轮回的因 所以从进度中的角度 我们要处理两件事情 第一个 忏悔重大业力 你不能忽略业力这一块 诸位 我一再强调 很多进度中的人 不把生死业力当一回事 我劝你不要高顾了自己 当你临终重大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是提不起正念 而且你几乎没有时间 让你提起正念 如果你这个业照得很重 你连助念的时间都没有 比方说保持正念 你的临终地义火 马上迅起 当然你也没有说 因为冠军下瓶 像生生他往生了 这个我们要讲到 有些人他有 他虽然造业 他有强大的善根力 他整个产生反转力 所以 为什么要持戒念果呢 就是 你不能在生命当中 创造一个重大的业力出来 来障碍你 所以第一个业力 是一个障碍往生的因素了 不能有重大业力出现 第二个 你不能对苏博世界 有坚固的秩序 所以为什么要发愿 叶林索博 寻求极度就在这里 你必须把你所有的希望 都放到来生去 作为一个凡夫 我们不可能无所求 这有点强能锁 你心有一个安住处保 你为了什么去休息 你心中只有一个依靠吧 伟大的弥陀呢 就是说 你必须把生命所有的希望 寄托到来生去 在净土中是为来生而活的 你精神要往前放弃 如果你精神要达到临终的真理 你必须把精神的希望 往前放弃 因为你精神有所求 你一定会在轮回当中 继续得果报 你对说博世界 不能有任何的希望 即便来生 让你变成一个大修行者 弘扬佛法 广度众生 这个希望都不会有 因为直取也是轮回的因缘 所以诸位 不要再错怪第六意识了 我们从轮回的根源当中 我们看不到第六意识的因子 对不对 业力 是第八十关的 执着是第七十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用错地方 我们以前念佛老是电视妄想 就是妄想根本没障碍你 关键是有些是妄想 是带有执着的妄想 这才可怕 但是不是所有妄想都带执着 所以我们以前念佛就是打妄想就开始念佛 你等于是对所有法界所有的因言宣战 让你人要完全分散 该对视没对视 不该对视的你对视 我们再把它念一遍看看这个轮回的问题在哪里 由诸越习气二曲习气 使令我们全面的生命结束以后 在善界里面又生起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你就知道生命死亡的时候到投胎 是两种力量的牵动 一个是业力 一个是执着 诸位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的生命有限 你要把重点放在哪里 是业力还是执着 对了 所以诸位有三根 这个地方一错就糟了 你一个人生命只要方向错了 你今生就毁了 业力 你不可能参丹剑 我们只能够抓重大的业力参丑 有个但愿往生 你不能把所有的世界都用来拜参 不可以 他不是震恨 但是你要拜参 因为他有些重大业力 还真的要拜 但是他不是主轴 关键在一 爱取 执着这一块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智慧就扮演重要的角色了 临终的正念 拜参只是一个肩带的祝后 临终的正念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智慧的光照 跟往生的愿意 这是心理的问题 不是愿意的问题 这是你的心理 就考虑你的心理素质了 关键在这里了 就是你的智慧水平了 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你对未来是怎么想的 你是继续执着受博世界 还是把所有的希望 求生俊主 这个影响到你所有的佛号的气象 到底这个佛号 是随着愿意走 还是这个佛号是随着业力 在上界得果报 让你今生得到一个堂果 那么这个业力 是由你思想来引导的 所以这个二曲 你的执着是关键 你怎么把这种执着 成功的调伏 成功的引导 把它变成往生的愿意 你就成功了 所以你要做的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可能面对所有的业力 不可能 但是我们要选择性的 把几个重要的业叉一叉 但是你要把大部分的精神体力 用来对视你的执着 凡是三界所有的执着 都要对视 异界 武艺的快乐 色界 禅定的快乐 无色地 宽王的快乐 什么都没有那种快乐 三种快乐都要对视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会说到 我们必须把心往哪里引导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整个 我们进步中的所有的功课 都在对视地球意识 你要把重兵压在地球意识 因为你精神体力有限 把一部分的精神用来忏悔 把所有的精神 用来对视你的 对说法世界的爱情 因为它是成败的冠军 好 我们把它后面的这一段 我们把它练一遍 事故由纳以种子 生死诸法之现行 富有现行 形成种子 如是种种相续 形成有情众生之 与火相续 始终有三法 二从因果之别 好 先到这里 所以也就是说 由阿赖也世的种子 生起诸法的现行 就是从全世的种子 变成金生的果报的受用 然后再由金生的造业 再形成一个新的种子 去得果报 所以全世金生跟来世 就构成一种月果的相续 这当中有三个次序 三种次第 到底因果相续 是有经过哪三个阶段呢 第一个种子生现行 这个现行新种子 第三个种子生种子 我们把它练一遍 一 种子生现行 为八世诸善不善种子 众缘何时能生识各自果法 名种子生现行 二 现行熏种子 由此现行果法 于生识刹那 在学习各自种子 于第八世中 云现行熏种子 种子生种子 由前念旧种子 隐身后念心种子 自类相续 犹如川流 是名种子生种子 好 那么这三个阶段呢 形成月果相续 我们先解释 然后我们再几句说明 首先我们看 月果之所以相续 第一个条件 一个种子生起现行 就是呢 第八世当中呢 我们过去生的善恶业力的种子 在因言和合的时候 生起今生的五印的身心的国法 叫种子其现行 就是前世创造的今生 这叫种子其现行 这个地方你没有错 这个地方问题也不大 这个地方问题也不大 业力变现国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现行新种子 由今生的国法呢 我们生起了分别执着 你今生活的快乐 你今生活的痛苦都不怪你 不怪你 那是全身的你造成的 但是你问题出在哪里呢 你面得快乐痛苦的时候 你不能去攀援它 制作它 问题出在这里 当你去攀援今生的快乐 更痛苦的时候 好了 你今生又跟来生做连结了 又兴起一种新的生死业力的种子 叫做现行新种子 就是你面对人世的因果的时候 你忍者心动 你动了第六意识的分别 跟第七意识的制作 就要使令这个种子生种子 就要使令这个种子 开始活络起来 种子本来就应该让它沉淀 进土中的人 最可怕的就是搅动种子 你不能搅动它 种子它本来是睡眠觉状态 你不能去刺激它 让它活动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种子生种子了 由前念的种子 隐身后念的种子 自类相续犹如川流 名为种子生种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 会轮回呢 就是你把这个生死的种子 给它激发起来 它本来睡觉睡得好好的 你把它唤醒 你唤醒了生死业力的种子 让你自己来生在德国 所以我们的官员执着 在维士学上说 你产生的两个作用 第一个发业 第二个论生 你去执着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很可能造业 因为发动身口 因为你的分别执着很容易 你一开始本来是忍者心动了 到最后变形动了 心动变成行动了 所以你的幻想执着 如果不停止的话呢 第一个很容易造业 但是最可怕还不在这里 最可怕在自己润身 因为你第六位是在执着的时候 它会激发其他的生死业力 让你的生死业力活动起来 你就造了 这跟往生是背道而驰的 往生的人必须做一件事情 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 让它沉淀下来 你必须让你的生死业力 全部沉淀到大海的地上去 你必须做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刚好仿几道而驰呢 生死生种子 所以我们来看看 解释一下 这个生死业力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用九月的付表来说明 那么这个地方呢 接着到三是两种因果 过去是跟今生一种因果 今生到南生一种因果 各位过去生到今生 我说过问题不在这 但是我们要了解 首先我们看过去生 是怎么释放业力的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 首先第一发是释放业力 一手能变 第二个第七是产生无法二死 你在因果当中 创造一个 列造一个自我的概念 然后在第六世纪分别 然后产生了感受 到这里 你的果报已经受完了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啊 这个感受啊 它本来是快乐跟痛苦 它又会回来 刺激它又前面是由上往下 现在我们看由下往上 这个感受要去刺激第六意思 这个时候你有两种选择了 第六四是关键了 你面对人世的时候 有些是如意的感受 这个叫做快乐 有些感受啊 对这个自我概念 是违背的 就不如你自我的意识的 叫做痛苦 那么不管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在持续第六意思的时候 它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触动你的地雷 触动你的烦恼 你产生不如你作意 糟了 第六意思 一旦不如你作意 它一定启发 第七意思的执着 一定的 所以我们在教育的时候 是先有分别 再有执着 在受果报的时候 是先有执着 再有分别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权 第六意思没有选择权 因为第六意思是受第七意思 你想 受果报的时候 是先有第七意思 再有第六意思 所以第六意思是很被动 但是教育你有选择 你是先分别再执着 第六意思是中性的 它是自由的 它是自由意识 但是你又是带动了烦恼 虚幻分别的时候 第六意思 它肯定出动 第七意思的词曲 然后就激发了 第八意思的业力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有快乐痛苦的感受 刺激到你的烦恼的活动 第二种 有快乐跟痛苦的感受 结果激发你的善根 这个最好 激发你的空振件 激发你的出离心 菩提心 往生的愿力 这个时候 第六意思对第七意思 是一种调伏的状态 然后他就不再刺激 第八意思的业力 相反 他会当第八意思的业力 沉淀下来 所以诸位知道 这个关键叫第几意思吗 对啦 第六意思 是你唯一可以操作的希望 因为第七意思 你根本就拿到没办法 第八意思也不归你管 前五四的快乐痛苦 也不归你管 那是全身的业力 你要快乐痛苦 也是业力决定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操控的 就第六意思了 但是第二意思 他有自身的问题 也有内外的问题 我们谈谈他内外的问题 他对外有感受的刺激 对不对 你一定要面对很多的感受 酸甜苦辣 外有感受 内有执着 第六意思后面还有一个自我意识 在那个地方撑着 他都还不够 内外患 还有他自身有问题 还有善根根烦恼 我们来谈谈第六意思好了 第六意思是我们生命中 反转的唯一的希望在第六意思 那么 智德大师把第六意思 分成四种人 这个要知道 第一个 根顿哲轻 有些人没什么善根 但是他也没什么烦恼罪业 他善愿强 就是有些人喜欢做慈善事业 或者外道的修行者 他虽然信奉外道 他没有出力心菩提心 没有往生的愿意 他善根薄弱 但是他也没什么烦恼罪业 这个人活得很快乐 但是不可能出力轮回 因为他没有善根 他就不可能学习佛法 没有学习佛法 他一定触动自我意识 触动自我意识 他一定激发生死业力 所以这种人是在快乐中活着 至少今生很快乐 然后准备轮回 就是根顿哲轻 第二种人是根力哲重 善根强 烦恼也重 这种人莫法实在很多 他来到三宝的地方 他的善根就表现出来 回去的时候继续放异 这种人有希望 他如果善用他的善根 因为善根是真实 因为善根是合乎本性的 烦恼是希望的 所以真实其实是可以破除希望 你只要想把善根激发起来 你看你 你先看看你的善根点 是什么样的法能够激发你的善根 先让你的善根先运转起来 你就有救了 所以根力哲重的人 在天台词的大师说 他一定要先遇到逆境 在逆境中反转 因为他有烦恼罪悦 他一定要罪悦 烦恼就会起现行的 去涉及到他的善根 善根发动 一个人不怕你有黑暗 但是关键你得有光明 其实理论上善根不怕烦恼 但是人有本事把它激发起来 因为善根是称何本性的 苏联的环境成就善道 比方说瑟蒂佛尊者 穆建人尊者 他们在家就腐败很大 就很快乐 学佛以后七日正在阿罗汉谷 他们表生是好像活得很快乐 也没有人说一定要啊 怎么样怎么样地啊 吃多少痛苦 完全没有 轻轻松松的成就善道 因为他根力遮青 第四种是最糟糕的 根顿遮重 善根也没有 烦恼也很重 那么这种人在轮回当中 他大部分是处在三二道的下街的 生命中过火 那么现在就是说呢 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呢 我们一方面从善而下受用果报 一方面由下而上在造业的时候 关键在第六意思 第六意思 有善根也有烦恼 但是关键是 你怎么去把你的善根启动起来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两件最重要的关键 好 我们回到讲义 那么我们看这个总结的第三十三面 第三十三面呢 把轮回的相续啊 分成旧种现形跟新种 旧种到现形啊 是前世而变现的今生 这是第一种因果 因果同时 第二个 今生的现形 创造了新种 这今生又创造了来世 又是一种因果 当然前世的业创造火爆 是第八是决定的 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完全接受 但是今生的因言 在创造来生的种子的时候 第六意思决定的 这个是你可以主宰的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现形 就是所生跟所虚 我们先看第一个所生的地方 是种子生起现形 所以我们今生的果爆是所生 这是很被动的 这是业力的种子成熟了 变现今生的果爆 那么当我们这个果爆 又开始在造业的时候 这是第六意思决定的 能熏的第六意思 发动了所有的 生口意的善业 跟善根 在熏息种子 这个是你可以决定的 你可以产生生命的反转的 是第六意思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业力它面临的第六意思的抉择 第六意思你是选择发动烦恼 还是选择启动善根 这个是这边的关键 你如果跟着感觉走 吐动了烦恼 那你就走上了轮回的道路了 那是前面说的 由朱月徐气 二起徐气 前一手继继 父生也一手 如果你面对感受的事迹 你选择启动善根 那生命就反转了 反转 好 那我们看到业果的相续 跟不相续的两种因缘 我们来看看业果的转变 当然这当中第六意思 扮演重要的角色了 首先我们先面对业力的问题 我们前面说过 轮回要处理 除了佛力的加持以外 我们必须面临两个因缘的逆转 一个业力的逆转 一个思想的逆转 这两个都必须靠第六意思 好 我们先谈谈业力的逆转 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增长业跟不增长业 始造出业 令业种子增长者 为之增长业 若虽始生与等业 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 为之不增长业 增长业定受益手果 不增长业不定受益手果 始终不增长业 一 欲缺失利路 列有十种 一 弄所作业 二 无知所作业 三 无故思所作业 四 不利不住所作业 五 狂乱所作业 六 失念所作业 七 非要欲所作业 八 自信无忌业 九 毁所损业 十 对质所损业 除上十种 其余输业 均有增长 增进长养 业种子 业种之力量 名为增长业 好 我们先在面对业力的时候 我们要先做业力的反转 要是要把业分成两块 第一种是增长业 第二种是不增长业 什么叫增长业呢 就是我们全身或者近身 在造业的时候 会创造一种强大的势力 使用这个业 产生相续的增长 就是让这个业力激活起来 就是增长业 让这个业有强大得火爆的力量 就是增长业 反过来 虽然有些业我们造的 但是它本身不能激发业种子 那么这个就是 它不能创造一种 轮回的招感力量 这个叫不增长业 这个问题我们就 这块的业我们可以暂时的不管 比方说你有时候开车 是吧 开车去当他 结果他压死很多瓦蚁 这个业会赞在你往生吗 不会 当然你也不能无常误会了 就是说你生起惭愧心 我不是故意的 这样子 这种业你每天虽然在造 但是它不会障碍你往生 因为你没有生生耗耀 没有意乐 所以你也不要对所有业都很害怕 有些业是不障碍你往生的 当然你要清楚 哪些业对你往生是有威胁的 有障碍的 哪些业它是不障碍的 你最好把它弃分清楚 你在忏悔的时候 你才有个目标 好 我们先看看增长业 它一定会让男生得一手果 不增长业就不一定了 它势力薄弱 除了你后面再刺激它 它是不决定得果报的 那么我们先看不增长业 然后把不增长业反过来推 推论就知道什么是增长业 不增长业有十种情况 这十种情况以外的叫增长业 第一个梦中所作业 因为梦中意思是暗顿的 不管你梦中梦到什么样的罪业 完全不障碍你往生 但是 在不上街的角度 你醒来后要忏悔 你一旦醒来恋恋的水许 就是增长业了 醒来后只要忏悔就好了 然后他就不会障碍你往生了 第一个 第二个 无知所作业 你被催眠了 或者你是梦有的状态 去做的罪业 你是在无知觉的状态 所做的业 或者被鬼神所射受 有鬼神障 激发你去造罪 这个业都不能够 让你能够产生临终的障碍 第三个无故事 就是你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你虽然开车去当他 那你没有杀害众生的心 但是你虽然杀死很多众生 是无故事 你没有一种杀生的异乐 第四 不利于不恕所作业 这两个是要 而且 你曾经造过一个罪业 但是这个业有他环境的逼迫 而且你造了以后 你马上忏悔 从此以后不再造作了 这种业 是不能让你得果报的 也不能造让你往生 第一个 你偶一为之 第二个 你造业的时候 你烦恼没有很注重 这种业 你只要忏悔一次就好了 就把它放下来 让它沉淀下来就好 它不是很猛力 那么次数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我们讲过 三次以内 就叫做不做 比如狂乱所作业 也是在精神错乱的情况所作的业 这个业也叫不增长业 第六个 失恋所作业 这是一时的失恋 你本来都保持正念 但是人生总有一时的失误 意思是一时的失误 那么事后马上忏悔 这个也不能够成增长业 必须非妖艺所作业 你是被逼迫的 别人用生命来威胁你 那你不得不做 做了以后马上忏悔 在一种强大的压力 生命的威胁之下 逼迫所作的业 不是你的本业 这个不增长业 第八个 自信无忌业 它本来就无忌了 你是在无忌的状态 走路了 散步了 踩死蚂蚁了 这个叫无忌业 那么前面八种都是自然产生的 第九个是透过修行 回所属业 最后最重要 忏悔 透过忏悔业障 所破坏的业 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 都可以通过忏悔 使命它沉淀下来 变成不增长业 第四个 对治所属业 就是空性的智慧 五分别是 把你的思索调伏了 那么跟这块有关的业 也会变成不增长业 除上十种 其一注业就有增长 增进长养业种的力量 名为增长业 那么也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尽量不在增长业 第二个我们要面对过去的增长业 必须做两件事 第一个 忏悔业障 第二个 调伏我们的质取 忏悔业障 有三个 折心忏 做法忏 跟取向忏 折心忏 是面对下品 微小的故事 我们喝着自己 第二个 做法忏 你必须对一个人 或在佛菩萨面前 对手 那么比较重的 就必须取向忏了 这个最重要 取向忏了 它的好处呢 它是空间上 通散身口意 十罪业 在时间上 它通散过去 现在 不是青森 全身的业都可以散 所以取向忏是我们 很重要的法明 就是在调伏 重大的阅历的时候 这个八十八佛 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最好一生当中 在你往生之前 要有一百天的 很诚可的拜餐 我们相信 我们无量解答到现在 你的阿赖也是 合理的推论 你一定有增长业存在 一定有增长业存在 你第六意识 不禁面对它 它也存在 它也存在 所以你 以其等到临终 它来障碍你 你最好现在 把它串除掉 是最保险的方法 当然第二个 就是对峙了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五分别次的空性的智慧 来调伏心中的爱曲 这个是更委屈的 对收博世界的爱曲 也会启发生死业力 就是立定事业 延迟境界 休息止观 断绝恶恋的相续 这样讲好了 我们从临终的正念 我们用临终的正念 这四个字 你去看郡主圣贤路 你会发觉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大修行者的往生 非常顺利 他也没有业障 也没有颠倒 他临终的时候 是在正念 正地 结加福州的时候 顺利往生 这种人是不多 我们一般人 待业往生的人 必须 你看 凡是夹带业力往生的 夹带执走往生的 他临终 能够往生 他一定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在业力的情况 产生反转 第二个 在颠倒的情况 产生反转 有更多往生的实力 都是临终的时候 业障宣权 但是他通过他的 忏悔 皈依发愿 把业力反转 有更多人 临终的时候 是放不下的 但是经过别人的 开导以后 他通信的智慧 申请 无封别字申请 放下妄言 提起佛号 所以 诸位 我们最好是 先假设自己是业障反复 先假设这样 我们 我们必须做好 就是说 我们也可能临终的时候 会业障先现情 我们也可能临终的时候 是颠倒妄想的之所先现情 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反转 然后才可能面对 迷途的光明 也就是说 其实忏悔的意思 重点还不是说 你把业障忏多少 养成一种忏悔 皈依发愿的三根 临终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临终的时候 不管你是触动哪一个重大的业障 只要你这个三种三根性情 所有的业障都能够让他松脱 他就不能障碍你 第一个 你起忏悔心 真状忏悔 业障最怕你忏悔 业障你一旦 一坚固就糟了 你的心一旦刚强坚固 这个业就糟了 你就完蛋了 你只要条柔下来 忏悔 再大的业都经不起你忏悔 你只要 王羲所造诸恶业 皆有无始团生之 从神以义之所生 一切我尽最忏悔 你临终能够想到这种忏悔的概念 业障不能障碍你 当然大乘的忏悔 它是包括三块 他除了条幅 他还有引导 还有皈依 对过去的忏悔 对弥陀的皈依 对阿弥陀佛的皈依 第三个 对未来的发愿 把他这个忏悔的心 导规净土 导规不敌 这忏悔皈依发愿 你在八十八佛 可以完全的得到宰品 因为他的结构就是 包括忏悔皈依发愿 他整个结构就是这样训练你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临终的时候会不会起业障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心中如果有这忏悔皈依发愿的善根 所有业障都不能障碍你 第一个 临终的正业 你最好能够产生一种业力反反的善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也可能临终的时候触紧申请 可能有人在哭泣 也可能 也可能你想到过激生某一个影像触动你的感情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不是业力 他是颠倒 你临终的时候就看电影一样 你过激生所发的事情会让你看到 或者别人的一句几句话 或者你看到什么景象 也可能会触紧申请 这个时候你的无功别致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赶快踩刹车 这一条路不能走下去 请止一千当 你就前功进去了 所以这个这块我们颠倒妄想的反转 我们后面会说明 但是我们今天先讲到 如何在业障相前的时候 如何全身而退 产生反转 忏悔归一发言 先讲到这里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大概有十分钟 大家可以就着今天的主题 包括业果相续跟业果转变提出问题 好 请说 师傅 师伯 请问一下上堂课讲到共业的问题 那个是就着果报的立场来讲 就是有共变不共变的问题 那如果在因地上是怎么造作的 什么样的因造成众生会有共变跟不共变的意义 因地的话你是 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布施 你去找三个人跟你一起布施 对不对 当然造业是可以选择的 那你这个主谋者功德最大 得果报的时候你会出生 但其他人是带一点勉强的 你打电话去他也不好是不跟你去 对不对 他就没勉强想去做 他也得到一份的果报 但是不忠赢不输胜 所以这个也有共业 造业也有共业 大家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完成 照上的时候也有共业 所以得果报的时候也有共业 师傅 另外一个问题 请教师傅刚提到那个世界末日 那个共业的问题 从理上来讲 理上来讲是说 众生的心事先离开之后 这个世界恐慌 但是在事项上看起来 是不是他可能会在事项上损现 是以灾难发生的方式 他可能局部的灾难 他不可能毁灭全世界 不可能 因为共业中有别业 某些人业障起现形的 那是少数的个案 但是你不能够所有人都毁灭 没有这回事情 不可能刚好所有业都起现形 不可能 所以世界末日在维持学 是说不通的 我们可能说某一个区域起灾难 那他们的工业起现形 但是你不能够说全盘的毁灭 不可能 没有这回事情 因为众生的阿拉也是还在 工业中有别业 不可能所有业都起现形 除非所有人都离开了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心事来支持了 那这个地方自然毁灭掉了 师傅 再会有多问题 请教在理上 共中不共跟不共中共 甚至还有他明显的判断是什么 一个是说宅舍房子是共中不共 然后身体是不共中共 但是他是不是有另外一种 叫理上的判断吗 分别是这样的 他的问题在前面两个字 一个是共中 一个是不共中 他的大方向是共 共中不共业 他的大方向还是共业 他的大方向还是判断共业 就是环境 他跟你的关系比较没那么密切 你今天你少一块土地 你没有直接痛的感觉吧 当然有些人会有 但是正常人是不会有对不对 但是你少一个指头震爆那就不一样了 他大方向是不共 大方向是不共 就是震爆跟你的感受是比较亲密的 你少一个指头你是很痛的 你少一块领土你不会痛的 他没有一种密切的感受的一种 生命的共同体了 所以山河大地 他大方向是共业 大方向是共业 但是把共业中的再去分成别业 但是我们的身体大方向是别业 从别业当中再分成共业 共业别人 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密切 先看大方向再看小方向 好请说 王志卫 阿弥陀佛 你师父刚刚有提到一个 环境没有心事的支持 才会进入坏节 那这个心事呢 有善恶的分别吗 有啊 所以现在大家的业 福报差了 所以现在沾了很多 所以让人有区别 因为这个是大家的业力在支持吧 所以应该是说 就是比较 就是二方面的心事 在支持产生作用 所以像破坏地球上的这些反应 所以我们欢迎有福报的人来投台语 就是你这个城市啊 我们欢迎有福报的人过来 因为福报的人咋样 那整个鸟以花香啊 是不是 因为它 它会释放一个业力嘛 来跟你做平衡 平衡嘛 对不对 那你一天到晚跟业障众人在一起就招了 是吧 它的市场帮你拖下去了 是吧 所以这个心事是指恶的心事 善恶都有 善恶都有 我的意思是说让这个环境或者是这个 你说不好的环境 进入坏洁的话 坏洁那就不一样 坏洁的话是所有的去世 所有重生都离开了 所有重生都离开了 就没有善恶之分了 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个地球才会毁灭 所有的人都 所有的生物都离开了 包括这个畜生道 统统离开了 请说 仪者南昏事宜根 那个事根根的话 那因为是讲事 那任元经是说 在那里起生事的时候 用根就制止他 那任元经的根 他的定义跟维世的根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实际上操作 然后念法的时候 我怎么是用 把我整根 或者是你不可能 永久不用试 比如说我们这样 逆逢言逆境 我应该用识 那年轻讲 舍是用根 那个根 它是有点像无分别式的 知道吗 那无分别式 是不是一定要入禅殿 才可用的 不是禅殿 它是种智慧 是智慧的灌照 跟禅殿没有关系 它是种智慧的灌照 我们会不会讲过 怎么样入无分别式 它是一个观想方法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样讲第八四是 个别有个人的第八四 还是说他可能不依不欲 也就是有可能有共用不共用 所以第八四每个你自己一个 没有 你有你的第八四 我有我的第八四 然后大家就混在一起了 因为第八四不是真如 真如的话是大家都一样 因为你理一切下 我也理一切下 你是亲近本的 我也亲近本的 那就是一个东西 那不可能两个东西 你亲近本的 我也亲近本的 所以一如五二如 但第八四它不是亲近本的 它有业力 这个人就各有各的第八四了 所以可能 三文师师傅提到 就像我们第八四的仓库 东西把它处理掉 最后再把它破掉 那时候就是它的意思 就对了 对 我们要破阿拉也是 破何何时断相续续 但是破能从第六意识破清 因为第六意识只要不跟着第七意识走 但是破要从第七意识破清 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支持 第八四才会不断的下去下去 所以要过第七意识 靠第六意识修法 那是不是要从佛以后 是不是佛这些一尊 这个多尊 这个问题 就不一定就是 你觉得八十八佛就有八十八尊了 是吧 是是是 佛呢 佛呢它共用一个法身 它的法身是一尊 但是它有一化身 它过去中发的愿不同 它从空出甲 从本垂基 它来到人世间各有各的缘 它过去跟谁结缘 它就来到哪个地方去 所以佛呢有共也有别 共呢是同一法身 但是别呢 它有它的自受用报身 跟它的硬化身 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好 那么没有问题了 我们下一堂课呢 我们也会把这个延起 就是阿拉雁式的延起 我们其实我们讲到现在 已经从延起的角度 业力的形成 思想的形成 他们是怎么倒在一起的 为什么业力跟执着连在一起 就产生轮回 乃至于怎么去对视它 我们已经讲了一个阶段了 当然我们现在只针对业力的处理这块 怎么从业力里面跳脱出来 恰伟归于发言 那么思想这块我们后面会说明 我们讲到空振剑 讲到圣道门的广大的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啊 对你了生死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个 异佛念佛净土的往生心 我们后面会讲到三块 空振剑菩提心跟往生的心啊 来转变一种思想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呢 针对业力这一块 业力创造的延史 那么我们怎么从业力里面做一个摆脱 我们来做一个研讨 好 今天先上到这 好 香香文藏 复杂而易 好 等一下 谢谢 谢谢